1934年上海的夏天突破了60年以来最高气温记录 热浪滚滚中 一个疲惫的年轻人穿行在上海的大街小巷 他千里迢迢从山东来到上海 是为了寻找中共上级党组织 从1929年到1933年 中共山东省委连续遭到疯狂破坏 大批党员干部被杀害 到1934年 山东党组织已失去了统一的领导 与上级的联系也完全中断 山东的共产党人对山东的革命形势忧心忡忡 1934年4月 时任中共山东莱坞县委书记的刘仲盈 变卖了家里的积母土地 按照与济南党组织负责人赵建民商定的办法 分别寻找上级党组织 在上海将近五个月的时间里 这位只有23岁的年轻人 冒着反动军警层层盘查的危险 苦苦地寻觅着党组织的线索 钱花完了 他就到工厂干苦力 在码头背马带 就这样 他几乎走遍了上海的脚脚落落 却始终没有寻觅到上级党组织的踪迹 1934年8月 饱受风餐露宿之苦的刘仲盈 寻找党组织无望 无奈之下只好返回济南 在山东省立图书馆 又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入狱 在历经了20多天的折磨后 被营救出狱 1911年 刘仲盈出生在来吴伯格楼村 一个较为富裕的商人家庭 18岁那年 他考入济南省立高中 是从著名左连作家胡野贫 并追随胡野贫前往上海 1930年 由胡野贫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1年 刘仲盈听从组织安排 回到来吴伯格楼村 建立和发展党组织 仅一年时间 就在来吴县发展党员近百名 并建立了中共来吴县委 为夺避敌人的搜捕 刘仲盈曾露宿狼毛子洞 一连七天靠野菜冲击 为筹集经费 他几次变满家产 原本富裕的家庭变得穷苦潦倒 由于反动军情 频繁到家中搜捕和盘问 刘仲盈的妻子受到严重精神刺激 从此卧床不起 尽管环境艰苦恶劣 刘仲盈仍领导来吴党组织 坚持斗争 1935年冬 赵建民从济南来到伯格楼村 与刘仲盈 黄仲华 陆行三等人决定 建立一个领导机构 代行中共山东省委的职责 在刘仲盈家里 中共山东省工作委员会成立 刘仲盈被推选为书记 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中 谁担任书记就意味着谁留学牺牲的风险最大 但他没有推辞 毅然决然地担起了这份责任 刘仲盈肩负重任 为恢复被破坏的山东党组织 为建立统一的省委领导 为寻找上级党组织耗费了大量的心血 1936年4月 赵建民与中共中央北方局取得联系 1936年5月1日 中共山东省委重新建立 黎玉任书记 刘仲盈被派到鲁西做党的联络工作 1937年下 刘仲盈任鲁西北特委书记 在鲁西北各县宣传党的抗日统一战线 为准备武装抗日奔走呼号 他风里来 雨里去 终于积劳成疾 患上肝病 但他仍强忍着病魔的折磨 坚持未党工作 1938年1月 刘仲盈的病情恶化 肚子一天天浮重起来 鲁西北特委将他送到济南治疗 3月28日 刘仲盈在齐鲁医院病逝 年仅27岁 1934年 刘仲盈怀着对家人的无限愧疚之情 踏上了慢慢找党的战程 刘仲盈变卖家产 九死一生外出找党的壮举 恢复发展党组织的舍命担当 让一代代人体会和感悟着 理想信念的无穷力量 刘仲盈变卖家产